用清水浸泡一个晚上 浸泡了一晚上的豆子 你看已经脏大了好多 沿水一起倒到砂锅里 再加适量的清水 先大火煮开 再转小火煲20分钟 今天我们来做猪尾巴吃 先给它清洗干净 再砍成块 然后冷水下锅焯烫掉血水 加入一个葱结 两片姜 还有少许料酒 把葱姆撇去 再清洗干净 我们来起个锅 加一点点油 把冰糖倒进来炒出糖色 现在加入两片姜 少许料酒 下烧生抽 炒好了猪尾巴炒到砂锅里来 再加入少许盐 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煲40分钟 好了我们的猪尾巴蒙好了 但我们这个汤汁焖得特别浓稠 不要焖得太干 这个汤汁特别甜 最后再撒上香菜就可以开吃了 今天这一锅腰豆焖猪尾呢 猪尾吃起来QQ弄弄的 腰豆焖得绵软特别好吃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